今年盛群在新产品方面 我们总共有12类 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提出一些智能创意产品的微控制器 让我们的客户或者是厂商可以来应用做创意的产品 另外就是在BLDC无刷马达方面的应用 这个产品未来在整个的发展领域里面 不管从二轮的电动的自行车类的 或者风扇吊扇这类产品 这是属于BLDC应用方面 另外在RF的无线的这些控制方面 我们今年除了2.4GB以外 也有3.4GB的 最重要今年还推出NFC的一些产品 NFC的Reader就是可以应用在电子智慧门锁上面 然后还有属于整个未来卡片的读卡方面 这一类产品 当然健康良色类也是今年 其实因为主要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一类健康产品跟个人居家护理性的产品 这个都是今年盛群在产品上面的主要的一个推广的方向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造成了对盛群半导体来看 我们在健康良测类的产品 还有个人居家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那尤其最重要的是属于额温 额温的良测性产品 今年算是大爆发 那我们从去年的量到今年增长百分之六百 所以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领域 再来就居家的方面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针对个人的防护方面 就是属于感测的这些酒精喷雾 自动给照 或者是像这一类的应用上面 都是属于跟这次疫情有关的产品领域 出货量在健康良测类 已经一到九月份已经达到70kk 对比去年同期30kk左右 我们已经有很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健康良测在去年的时候 占我们整个营收差不多百分之十 但今年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这个幅度算是蛮大的 在今年同时就是说触控应用方面 就是手不要去碰很多东西的时候 自动感应的部分 那这个触控部分 我们去年度到今年度 今年已经增长到一亿三千多万颗 那这个是有增长的百分之三十几% 那这是也是在今年 算是幅度比较大的一个产品来说 我想中美贸易方面 因为对我们这种一般消费性的产品 影响性比较小 因为这都是属于区域性的使用量 那应用面 那包括中国大陆自己的内需 然后还有就是厂商针对海外美国 各方面的一些需求 其实转移到其他地区生产 那对MCA的需求其实还是不变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影响性比较小 正前半导致今年因应整个的产品的发展跟扩充 我们从去年在台湾的部分 三百八十个人今年已经到四百二十个人 所以增长了百分之十左右 那大陆地区因为我们有在做一些客户跟技术的服务 所以我们人员今年也在增加了一百名 从三百多达到现在到四百位的员工 所以整个盛情来看 今年已经达到八百位的员工 那这个是针对音域未来的发展跟技术支持 所必要的投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